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公文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德福 大家好 欢迎收看 10月17号的股市 Wonderful 我是阿德 很多人今天都在关心 台积电的法售会怎么样 我先给各位看一下 阿德整理的 来 台积电 今天召开法售会 台积电的合併营收 第三季的合併营收 7596.9千万元 他第三季的税后存益是 12块多 创历史新高 对吧 而且你看看 他的每股英语是这样多 如果雷积前三季也是历史新高 怕死人 那毛利率57.8% 也是新高 对 也是比之前更高 不是历史新高 比前一季更高 然后营业利益率47.5% 也高 前期高 税后营与42.8% 以前期比刚 大家想知道的就是说 先进四成出货 在那个金元的销售金额比重多少 69% 69% 将近七成 等于说这一次的 那个爱斯摩尔的一个 一个那个风暴 影响不了台积电 所以它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大家会问的 大家会问的 就像今天早上报纸所写的 大家会讲说 你下好利手 你要下什么 要买什么 就买什么 所以今天大家会问的 就是说未来 他的营收占比 一定还会这么好吗 所以大家会问一件事情 AI会不会好 因为新加入的就是AI 对吧 以前的苹果还是苹果 Corecom还是Corecom 对吧 超伪还是超伪 那英特尔还是英特尔 这些单都没有变 唯一比较有变数的 就是英特尔跟超伪 现在超伪跟英特尔 它好像有会组一个联盟 X86的联盟 对吧 两个死对头 斗了几年 从我们知道 有这两家公司开始 就开始斗 斗到现在 既然要合作 既然要合作有X86 所以重点是说 不是台积电好不好的问题 因为他的好 大家都知道了 他讲第三季 未来 大家会问的 所以说黄连勋这一次 在中国大陆 他又讲了一个 大家都觉得很好玩的事情 他说 AI的未来就是机器人 AI的未来就是机器人 因为一开始 因为一开始 人家讲的 GPU 他就要做运算 他运算说 好像人类的神经一样 都要很快速的运算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在对话 你在看阿德的电视 就是一开始 大家想达到了 可是要达到的过程之中 他要仿生 就要让一个 好像看似是人的东西 对吧 他有这种 我们大家 期待的一种效果 就是机器人 先前就是机器人 后来才是仿生人 后来是跟真人一样 一样 不管动作 不管是思考 各方面 几乎都一模一样 这是最后的结果 最后的结果 好像科幻片一样 现在所以说 你要知道 法人 包括我们 在做股票的人 我们希望 问哪些问题 机器人是未来 没错吧 没错吧 那AI大运算的话 他要的是 他高耗人 对吧 他运算要很快速 所以 上游制造端的这一块 我们大家都会期待说 那散热一定要做好 没错 所以散热 也是未来的一块 没有错吧 那因为他高耗人 所以电力 也是未来的一个重点 对吧 没错吧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要如何 把他的功耗变少 就是现在的最主流 比如说 3D封装 就堆叠的这一块 所谓COAS的这一块 3D堆叠的这一块 那为什么这一块 跟耗人有关系 因为如果你要说 又要一直进步的话 你到奈米 奈米 就是说到I的这个部分的话 那有极限 平良心讲有极限 那你往上堆的话 那比较 这是制成的方面 那耗能的功耗的方面的话 那就是细光子 所以大概就围绕在这里 大家想知道的 那我们呢 我们要像研究员 或是像外资一样 去探求这个吗 不必 不必嘛 因为我们只知道 现这段 挥打加进来 挥打了去了中国大陆 跟所谓的 为那个联想站台 那我们就知道 未来的整个 终端下游 它有一个出口了 PC就有一个出口 中国这一块 制造这一块 无庸置疑嘛 比如说机器人这一块 那PC这块 MP这一块 手机这一块 他们都会有 所以未来在AI的成长 这是说不了的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现在要买啊 你现在就要买啊 为什么现在要买 因为道理很简单 因为收盘了 阿德已经讲了 三天会震荡嘛 那为什么会震荡 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涨了42点 对不对 那有很多人认为 是跟台积电要做法说会有关系 可是台积电的第三期 大家都算得出来啊 对吧 那为什么会跟台积电有关系 应该没有关系吧 好 那跟什么有比较有大的关系 跟这个啊 跟美国总统选举比较有关系啊 为什么要看这个 这个很简单啊 因为你看看这个线 感觉上没有什么对不对 可是你如果把它缩小一点来看 它关系就大了 因为它要扣底的是这个位置啊 所以它接近前高啊 所以这里是什么 很多人都赚钱的位置喔 你没有赚钱 因为你看了很多节目 你的股票就变来变去变来变去 当然你没办法赚钱啊 可是你如果单看这个的话 你再回想看看 你为什么赚不到钱 因为每次拉回 每次震荡的时候 你都不敢买啊 所以这一次是不是机会 是啊 那你如果今天又不买 明天 明天 如果它开高呢 开高呢 你用什么股票可以买 对嘛 就是这个问题嘛 所以你要先把那个条件设好 如果你今天是要做多的 除非你做空嘛 做空的就没办法说服你了 如果你做多的话 你是不是要找每一次的利空 每一次的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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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老师 那我们都知道台积电是利多啊 那如果台积电不像人家想说什么 什么爆炸性的什么下跌 什么爆炸性的风暴 什么 那我要请教各位 如果明天跳高开 是台积电一个人表演的话 那好不好 当然好啊 当然好啊 如果只有全村 只有一个村长在表演的话 那全部的人就坐下来看嘛 对吧 你休息嘛 你休息没关系嘛 可是村长如果跳累了 就换换村民上了 狂欢了啊 对吧 你现在休息可以啊 所以说台积电重不重要 重要啊 可是台积电如果领先明天的大盘冲出去 而且那个全职股一下子涌出去 那更好啊 因为你可以准备更充裕的时间去买股票 比如说 这个股票 印太 因为老师跌的股票 你拿出来讲干嘛 不是哦 阿德告诉你哦 我已经做了几次了 我已经做了几次了 我叫你买四次了 七十五次啦 第一次卖掉的那我们没办法讲啦 卖掉的我们不能讲嘛 就算他赚了一倍我们不能讲嘛 好来 我就告诉各位 我们还有的 来你想想看 如果你第一次跟着阿德买 就一次就好了 买一次就好了 到今天为止 七十七%耶 七十七%等于是一百万七十七万 一百万七十七万 那你说不用那么多了 我第二次跟你买了 可以啊 一百万四十六万 一百万三十六万 那如果最近这一次跟着阿德买呢 一百万十八万 应该够个吧 应该可以吧 所以说我们常常讲一件事情 如果你知道台积电 他带领的一个产业交际游泳 对吧 那未来这个产业趋势 如果是向上的 没有人说AI产业会下来吧 有啦好像我朋友说过啦 他说AI是有泡沫 他学谁讲的 三星的那个李在龙讲的 三星的总裁李在龙讲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竞争关系 因为他们切不到单 因为他们的单都被台积电抢手 他们讲那句话可以 可是我们在做股票的人 我们要相信这个吗 不用 为什么因为AI就是未来 如果AI不是未来的话 那你看 今天在场什么 今天在场什么 AI的概念股 机器人 锡光子 锡光子有休息就有涨 锡光子现在还有续墙的 还有继续涨停的 你知道吗 就像你在 你看那个台积电的 锡光子大联盟 你也就看到 你已经看到 你们为什么有LED 阿德以前有跟各位讲过 对吧 所以说你想想看 看这个好不好赚 好赚啊 因为它的产业趋势是向上的 对吧 就像我在讲LED 或许很多人不相信 对吧 你不相信没关系 可是我也在我这个电视上 我就直接跟各位讲说 台积电大同盟里面 所谓锡光子大同盟里面 为什么会有LED 很多人都不知道 对吧 大家只知道他要雷射嘛 所以刚开始的很多人 都在跟你讲雷射 雷射 雷射嘛 没错吧 雷射二级体 那风窗的最 No.1是谁 你们都知道 叫联军 阿德跟你讲过 如果三五出群 最强的是谁 联牙 大家都知道 重点 你知道没有用 你要下去买 机会来了你就要冲上去 对不对 你像他最近的LED 阿德当时讲什么 可能你忘记了 阿德再讲一次 你如果要赚钱 其实只要抓住一个主轴就好 产业趋势向上 你不赚钱都懒 我这里就有找到一支了 等一下再跟你讲LED好了 来 趋势如果向上 主流休息就换 他会换 他会换 可是他还是 这个大换 他不会跑掉 比如说你现在 我们股票什么都不懂 大家都在讲AI 好 他就是大主轴 他就是主流 他说产业趋势 你把它定在这边 那你股票 你的选择就轻松了 对吧 就像印太 阿德为什么跟你讲说 印太跟你买 其他的主机板 为什么没有涨 只有他一直涨 因为他比较慢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因为他的上游 现在人家都如果在说 供风窗里面 如果那个 SOC 这一块 他有投资 一下子投资两家 代表什么 我也来他 你不要看他股价小小的 股价低低的 涨77% 你感觉上涨很多 对不对 你如果看到西光池 那动辄 像以前的那个上全 动辄涨了11倍 11倍 11倍代表什么 你如果买对股票 我常常讲 你买对股票 我们不要讲别人的股票 因为上全我们没有 那我只是做个举例 如果你有上全 你能买到上全 起涨的时候 或者是大家还不知道上全的时候 那我请问你500万 现在有多少钱 超过5500万 如果加上你的本金 那6000万 人生就自由了 人生是不是自由了 所以说我找到了一档股票 那你如果觉得 它是主流 是产业趋势 那所以 你就是要买下去了 你不买 用想的 用想的就知道 这一波涨了2400点 你为什么没赚钱 因为你股票变来变去 你股票变来变去 所以我阿德一直跟你讲 说你当阿德的朋友 阿德一定能帮 怎么帮 用股票帮 其他我们有没有办法 那股票怎么帮 其实一个字诚实 老实就对了 买得到就好了 买得到就好了 阿德开门做生意 也是要做生意 我也是要赚钱 所以我为什么 我的股票 明明你知道了 我还不愿意公开 就是这个原因 你都知道我有什么股票 对吧 我这样摸图都给你看了 对吧 而且是 那个都不能复制的 那个都不能用小发价做的 对吧 所以说我一直告诉各位 比如说他产业趋势是对吧 如果三五族群的谁有比他更强的 没有嘛 那如果你知道他是对的 那他的处置时间是10月8号到10月24号 你就不要急嘛 你干嘛要急 急在意识 你就错过以前这一段了 这一段的话 你一共有七八天的时间可以买 对吧 你不用追也可以买 阿德跟你讲你不相信 阿德跟你讲你不相信 可是你想想看 他的涨幅如果有五百万的话 他可以去拼多少 一千六百九十万耶 一千六百九十万耶 一千六百九十万 那你想想看 你要离你的那个门槛 很多人在做股票 阿老师要贱责了 我都贪三五万三五万 阿你就花了三五百万 然后再赚了三五万三五万 那没意义 没意义 那你也不用看电视 你也不用看电视 你直接看到今天什么开出来比较强 你就冲进去拼看看嘛 不是这样吗 那你如果知道能产业 你产业如果懂 那这个 还有五天的时间呢 还有五天的时间 忍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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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产业趋势是对的 不可能只长这样啦 你看看以前的上权 你看看以前的上权 有人认为上权他可以 涨十一倍吗 一个波段涨十一倍 你现在想一想说 对啊 原来他以前叫做矽光子概念股 他叫网通概念股 那网通股在美国 他创历史新高 创很久 而且一直创历史新高 大盘跌他还创历史新高 大盘涨他还创历史新高 他一直在创历史新高 所以说我在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像年雅这种股票 你就不用担心太多了啦 对吧 所以你要买 阿德有 因为年雅现在在休息 主流在休息 那换他喷啊 我常常讲说 你机会来了 你就要冲进去 阿德把标股找给你 给阿德的目的要干嘛 帮你找股票的 你可以把阿德设定说 我帮你赚钱的 没有赚钱的就不对 这样可不可以 所以说我送给你的股票 我是不是要先给你喊 对嘛 我要先给你看嘛 那今天呢 今天呢 好很多人说 老师那天我没看到 是不是 买得到吗 买得到 我常常讲说 股票如果跌下来 他是产业趋势 你就买啊 一百万二十万 轻松啊 入口袋啊 对吧 你如果是说 认为十万二十万 就够的人 那你把它放口袋啊 阿德不会怪你 至少你知道什么叫主流 可以买吧 还有 昨天 对吧 我说你不要怕 他振荡而已 他是机会 机会来了 你就一定要买 因为你会找得到 网上喷的嘛 所以叫新喷网 你们是不是 拿到股票 你说阿德 你要帮我 你怎么找这种股票 对吧 还要叫我 把安全带 还有人开玩笑说 会不会要坠下去 你要叫我说 绑好安全带 要坠下去 我说要喷出去 我要喷出去 所以你想想看说 为什么叫新喷网 我昨天给你的 对吧 你看得到吧 有没有涨你满 有没有涨你满 买得到吗 买得到吗 有没有超过10% 有啊 所以一百万十万 很难吗 很难吗 你就不要追就好了嘛 你就跟着阿德买 拉回来的股票 好不好 拉回来的股票 一定会怎么样 让你爆炸的 你不要去听那些 每天在喊掌停板的人 跟着阿德买得到 所以说如果你要 你不要客气 阿德介绍了 你不要客气 因为主流现在要休息 至少还有五天休息的时间 那这五天你要不要赚 永老师我要赚 那个三天两支掌停板 是你的 是你的 真的假的 是你的 来 10月15号 你自己算 是不是三天 没那么厉害 三天三支掌停板 但是三天两支掌停板 你买得到吗 我就请问你一下 会买得到吗 一定买得到 一定买得到 一定买得到今天 因为老师那我为什么不能买五百万 因为他的股价比较低嘛 人能买得起嘛 你如果股价比较高的 一百块两百块的那个股票 当然你就要五百万的资金 你看比较看得到 比较敢买嘛 那这种股票这么便宜 人能买得起 一百万的就可以了 一百万就两百万了 过去啦 过去不要讲了啦 我说我要找新的给你啦 对吧 你也知道 你也看到了 过去的重要吗 不重要啦 未来要赚的每一块钱 才是你自己的啦 现在没有中堂休息时间 我就要告诉各位 要赚大的就买最凶 最冲最喷的 什么股票符合最冲 什么股票符合最凶 什么股票符合最喷的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这支 向上直喷 因为我老师啊 会不会像联牙 这么长这么厉害 你先不要去想联牙 因为一百块的时候 你没跟上 一字头你没跟上 你不要去讲 三字头的事情好不好 他快要四字头 你不要去想这种事情好不好 你不要去想两倍的事情好不好 我现在要告诉你 向上直喷 因为机油那一道光真的很厉害喔 下一支三天两支掌停板的 阿德大约拿给你看了嘛 对吧 是不是这一档 是不是这一档 你们都看得到嘛今天 三天两支掌停板 你不厉害 厉害啊 买得到吗 买得到 所以我说机会来了 你一定要冲进去 不用猜 你加LINE就有了 加LINE就有 你跟着阿哲我们一起赚 你LINE里面就算骂我 就算说阿德老师你没有跟我保证 我没办法跟你保证什么啦 我只能保证我给你的股票买得到 这样好不好 这才是最重要的嘛 因为你买不到 就算他是天天掌停板也没用啊 对吧 所以我要给你的就是向上直喷的股票 你要的话你就加LINE不用猜 对不对 下一支三天两支掌停板 是你的 进广告 好 新世代888驚喜下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 惊喜专线02 85113366 851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资助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顾全心照顾 02 85113366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我在股市打拼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功能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不 欢迎回到现场 很多人在问阿德说 老师啊 你的选股逻辑到底有什么 屁股啊 你也给他教一下 其实很简单啊 那大盘你就简单化 大盘就是一个大方向你抓住就好了 大方向如果错你就天天错啦 就像坏掉的时钟一天准两次啦 你不相信哪 如果你今天是看空的 你时钟坏掉了准两次 那你天天都错对吧 那你如果是看空的 错对两次 那你其他时间都错 而且你错的时间比 对的时间更久 那怎么办 所以你大方向抓住了 就像我们在抓产业一样啊 你产业趋势抓对了 那你就一直赚它嘛 对吧 所以我给你的 就是一档一直涨一直涨 向上直喷的股票 你不要吗 所以说不用拆加赖 跟着阿德 里面有什么话 直接讲没有问题 阿德竟然要给你的 你就安心 的哪 OK 这档向上直喷 祝各位操作顺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本公司与所推介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讯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